沙巴政府昨晚宣布 周内在5月10号到16号 落实有限行动管制令期间 一律跨线 不过紧急事件除外 沙巴新关事户发言人 兼州地方政府及防护部长 拿督马希迪指出 亚比、必打单和滨南邦 在有限行管令期间 属于同个县区 他昨晚发文告透露 警方将在这段期间 设置路障、管制跨线活动 在这之前 沙巴允许涉及6个区域的 跨线活动 除了禁止跨线 沙巴州政府也拟出数项 必须在开斋节期间 受监督的标准作业程序 所有加强管制令区域的 节庆活动都被禁止 包括挨家挨户站立 或开放门户都不能进行 不过马希迪指出 沙巴子民允许在清真寺 或祈祷室进行站立 而开斋食品也必须 包装好让穆斯林 带回家享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